州民委員要 對不起 林維州委員 慎重道歉 行政院不要只是用所謂的 這是假訊息 就想把他帶過去 氣到同事名字都叫錯 國民黨在立法院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嚴厲教證中央 監聽疑雲可不能 輕輕放下 在網路上事實上有第二份資料 也外洩所有的相關作業人等 人民全都錄 企圖去影響整個選舉的一個結果 你把選舉投放在我國的社群的網站裡面 從內容你去分析 可以看得出來那麼多的一個簡體字 有簡體字就一定假的 如果裡面的內容是真的 中國通常在打台灣的資料的時候 會把繁體轉成簡體 這些都是我們在認定 會不會是中國發動攻擊的一個標準 暗網都受監聽文件 繁體簡體字掺雜 達成疑點之一 國民黨中央更接力砲轟 幕後黑手不是中國 而是中央政府 高雄市的政風處我認為他就是想要幫民進黨的黃捷去助選 都在針對郭貝鴻做偵查 與會選無關的事情都列入了相關的所謂的防害選舉投票情資通報單裡面 因為這樣就變成你其實是在變相的去監控候選人 知名的親綠的側翼粉專沒有一個需要被監控 賴清德的勝選要靠著我們國家的司法檢調單位這樣子全面啟動 喜歡去爆料的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他接受這樣保護卻讓大家誤解對於特定候選人監控 我相信這對警方的執行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藍綠交鋒監聽資料有無謂屑幕後黑手到底在境衛還是境內只能交給檢調調查釐清 靜雄王妮 郭安婷 財粉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